好 各位观众持续带你来关心金华城弊案的最新进展 目前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台湾的高等法院 那我们稍早收到最新的消息是高等法院的何一婷 在稍早已经结束了这个何一婷的书面审理 那稍早是确定说把这个柯文哲的抗告是确定的 也就是书会发回跟裁 并且把这个裁定结果发回到台北地方法院 也就是说台北地方法院将会召开第二次的家庭 来裁定说这个柯文哲后续到底是要招保积压 还是这一次的无保请回 那其实呢 这一次这个法官审卓说 会发回跟裁的主要原因 就是认为说审讯金行会应手为的嫌疑相当重大 就像柯文哲在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都一直在关心金华城案的后续发展 因此虽然这个柯文哲在移送付讯的时候 是向法官主张说 他升回最高的台北市的首长 但是不知情这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因此法官认为说 还是有可能要再进一步的去研究说 到底柯文哲在金华城案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到底有没有收贵 收贵多少钱 以及这个柯文哲到底知道 这些内幕是多达了多深 那我们还原整个时间中呢 其实在8月30号 这个柯文哲和他太太陈佩琪 被从移送 被带到这个廉政署来征讯之后呢 在当天晚上就已经移送到台北地检署 那其实呢 在经过这个征讯的时候呢 这个柯文哲甚至是在侦查的阶段中 一度的跟这个警察官说 他想要拒绝夜间征讯 甚至还想要离开 因此遭到当庭逮捕 那事后呢 在9月2号的时候 其实呢 这个柯文哲是被裁定 他是无法请回的 那当时其实也引起了 向外界的相当无法 向外界无法相信 那其实在9月2号 他在凌晨3点的时候 裁定无法请回之后 在隔天呢 检察官因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裁定 因此是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地状 也就是说写这个抗告状 并且在7点20分的时候 就已经把卷宗送达到了台北高等法院的这个收发室 并且在三个法官的这个连夜的月卷之后 已经在今天早 今天下午4点 今天4号下午5点多 将近6点的时候 做出了最后的裁定 那对此我们稍早其实也访问到了律师 他就说了 虽然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 6点左右 这个裁定结果也出来 也确定说抗告成功 那后续还要再重新来开这个积压庭 但是因为在这段期间之内呢 可能柯文哲的律师 他还要再重新的来月卷 因此月卷时间不能确定说到底要多长的时间 也没有办法确定说 今天现在的裁定结果出来了 那什么时候就一定要来开庭 因此今天晚上会开庭吗 其实也还不确定 那最快就是可能是今天晚上或是明天晚上 那如果是第二次开积压庭的话呢 这个还是有可能会有限月的 还是有可能有检察官向法官来申请限月 那限月其实总共是分成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要限制这个律师 他去月卷的方式 像是他只能靠记忆 或者是靠他重点去抄路 那第二个呢 只是会限制他只能看部分的内容 因为一部分是没有办法完整的看的 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开积压庭呢 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来为您掌握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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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